为了感念母校的栽培与教会 博力国中校友会特别选在70周年校庆前夕 资政熟成英雄树的牧棉树与美人树 并亲自栽种下这两棵树木 希望祝福母校校运昌隆 也期许校友会的主持己运作 能像这两棵大树一样致返夜貌 前人种树后人成良 校长非常感谢校友们 特别选在70周年校庆前夕回到母校 并在中校正门有纪念性的树木 勤勉学生们能够勤学不倦 并效法学长姐们成为社会上的英雄与美人 这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学生 在这两棵大树的一种辟印的象征之下 他们也能够将来有一天 也能够学习校友会回馈母校的精神 来服务我们的社会 来贡献他一级之力 普利国中历史悠久 教学多元化 校友会旨在凝聚毕业校友向心力 身为校友的议员廖志诚 也号召毕业的校友 共同来协助校友的推动 在我们全国不管是企业界 在我们学术界 国家层都有很多我们很结束的效友 透过这次七十年的校友会娘家 让大家广泛来照我们所有 保理国中所比较的效友 可以共同来关心到我们的母校 过去对我们的材败的温情 也可以来回馈 让我们的母校 可以培养出更多的人材 校方表示 在校友会的协助下 将会有一连串庆祝校庆的活动 届时欢迎所有的校友们一起回来同乐 可以跟老同学及师长们一起聚聚话当年 民意新闻洪一伦 普利采访报导